一組防彈少年居然可以去白宮 居然可以去葛萊美 為什麼 居然可以去聯合國演講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濟公司是 主要政府在補助的方向 經濟公司訓練的小朋友 從小開始訓練 韓國人一出道 當他們從練習生一出道以後 他就享有公司的股票 公司就跟台積電配股一樣 今天你台積電 你繼續台積電掃地是20歲 你就配股了 你每一年有配股 你的鼓勵鼓席會讓你覺得 哇哦 我可以拿那麼多 那我要繼續待在台積電 老師我特別想問 就是因為剛才有談到五月天 然後 可是現在很多人會說 就是台灣好像沒有下一個周杰倫 或是蔡依林 或是五月天 老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 這個跟整個產業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常常講 Industry 就是整個產業 過去是有的 對 我進到這個產業裡面來的時候 它正好形成唱片工業產業 所以在這整個產業營運了大概 20年不到的時間 就哇 crashdown 所以變成現在的局面 我們現在在看的藝人 張惠妹啊 蔡依林啊 五月天都還是在 藝力不搖的位置 都還是在那個工業還存在的時候 就做的藝人 而現在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現在的自媒體 你要再去做出同樣的規格 基本上是沒有回收的 所以你很難去做一個這樣的鋪陳 就是去把人捧到那個位置 比方說現在的歌手會是單曲化 對 你要出多少首單曲 你才可以累積成一場演唱會 一場演唱會最少22首 22首 以兩個set來講 22首歌你要出22首單曲 每三個月出一首要出幾年後的你 才能夠辦演唱會 要不然你就要唱cover 這個產業最後一波其實是在 華人星光大道 我們看到的李佑佳 我們看到的那個誰那個 楊宗偉 這一批人之後 好像就沒有明星了 對 就沒有了 肖敬騰 之後沒有明星 也就是沒有收入 別人就不會投資 投資家居他不可能有回收 沒有人買CD 大家都要開演唱會 政府全部都在投資獨立樂團 那獨立樂團的音樂性 無庸置疑 可是獨立樂團的傳唱性 跟一般所有老百姓生活中 息息相關的那種歌謠式的傳承 是沒有關聯的 你不會聽到一個獨立樂團唱一首歌 有啦 茄子蛋 偶爾有一兩首會讓你覺得 哇 那個是我的感覺 也是我曾經經歷過的 或者是我人生的一種感觸 經過傳唱的方式讓我有感覺 沒有了 現在大家去 尤其是新興的Rap R&B 跟我剛剛講到的樂團形式的興起 它會讓老的歌迷 就是一定年齡層的歌迷們 對新的都沒有興趣 而新人呢 又被別人的系統打壓 韓國的系統 日本的系統 你問現在的 像我在大學教書 有的時候會去 接一些高中的課等等 叫他們舉出五個 只要寫五個 台灣你知道的歌手的名字 都是老的 新的 就這兩年內發片的 可能有周星澤有發過一張 再來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他寫韓國的 哇 那個 那個Blackpink OK 這個那個 我還沒聽過的名字 韓國的一堆 日本的一堆 甚至有一些西洋的還知道 完全不知道台灣 香港 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整個產業 整個工業都崩潰 不是一兩個人救的回來 那我認為這個必須要政府 痛定思痛 你要去思考的是 第一個你的補助的制度要改 第二個就是你補助的內容 對象要改 你保險的內容再好 保險 這個 就像有一陣子 我們台灣不能流行那個 保那個 確診的 確診的防疫險對不對 防疫險本身的條件很好 大家都想去保 然後去問是誰在哪幾家 我去保那個 可是你很多其他的這些 保險的東西 保險的內容 保險的標的 是沒有推銷員是出不來的 所以推銷員是關鍵 也就是保險從業人員 他到每一家去解釋 為什麼會有癌症險 為什麼這個是老年有保障 為什麼這個是幾年退多少錢 他整套制度要有人去介紹 台灣沒有經濟制度 也就是沒有人去賣歌手 這一點很嚴重 歌手呢 大家拿了政府的錢 然後就去拍 用很少的錢 去拍一支MV 去做了一首歌 然後丟到網路上 宣傳費都沒有 那沒有宣傳費 你當然有很多的電台可以上啊 小數的啊 袁詠欣的啊 這個佐光平啊 馬世芳啊 馬世芳啊 你上他節目 我問你他節目有多少人在聽 全部都是文青 就是一票文青 文青 賣文青的東西給文青的人聽 在台灣永遠是小眾 就是這一塊 那 難道工廠女工不聽歌嗎 在台積電那邊 一次做八個小時的那些人 他耳機聽什麼 耳機拿出來一聽 三天三夜 耳機拿出來一聽 還在 聽海 聽海 還在五月天 就沒有辦法 他不聽新的東西 他也聽不下新的東西 這個是政府要去思考 你必須去思考 它整個的制度面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韓國為什麼可以維生 現在它的娛樂產業 不但在MP3那麼盛行 YouTube 自媒體這麼發達的時代 它還可以賣那麼多的唱片 韓國動輒還是百萬張 韓國任務比我們多多 多沒多少啊 他們政府很支撐啊 包括企業也支撐 政府支持跟企業支持的 都是經紀公司 S&Town上市上櫃 YG上市上櫃 連那個 防戰少年 BTS 他們公司也上市 就是光是資金的籌募 就已經獲得很大的支持 歐洲的人支持 那你想想看 這個公司成立才多久 他們公司沒有多久 他們公司現在不是要 要入主那個 S&Town的股票 對不對 他們公司沒有多久 可是為什麼他們的公司可以 就一組藝人那麼強大 一組防戰少年 居然可以去白宮 居然可以去葛萊美 為什麼 居然可以去聯合國演講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紀公司 是主要政府在補助的方向 經紀公司訓練的小朋友 從小開始訓練 從五歲 讓你們的家長送你們小孩來 五歲一直待到十五歲 已經十年了 他是一階一階一階 每三個月做一次驗收 每半年做一次懲罰 再三個月做一次驗收 再半年做一次懲罰 一直讓你從最低級的 從白帶 抬軟道的白帶 開始變成黃帶 然後變成藍帶 變成紅帶 變成紅黑帶 變成黑帶 黑帶在分一段 兩段 三段 他給你一個這樣的一個 階梯式的進階 小朋友是無意識的 沒有要當明星 他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學一直學一直學 突然發現他在他的同儕 他學校裡面 他是唯一可以在開心的時候 來兩個後空翻的 或者是來一段Hip Hop 他的同學都不會 所以他優於他同一個時間 在學校上課的同學 這個Confident 讓他回去以後 他還要做別的事 他要在他們的這種 培訓學校裡面去培訓 更小的 等到他十歲了 他要培訓五歲到八歲的那群人 他要吃苦 他要幫每個人 所謂吃苦是 學生還沒進來之前 他要媽弟 他要把每個人的名牌 哪個學生 名牌放過來 今天報到了沒 沒報到 名牌反過來 所以他要知道每個人的名字 他記得這些名字 是為了讓他了解 禮貌跟與人相處 當他跟著教練 去訓練新的學生的時候 是訓練他的Confident 他的自信跟優越感 責任感 這個過程延續了幾年以後 就會延續出一個 他跟公司相處的模式 他不是經濟公司 這是他的家 因為他五歲就在這 他除了學校就是來練習 一個禮拜上三堂課 當他考到練習生以後 他還要上什麼 上外語 所有的學生要 這些特選生 我們認為的練習生 台灣在看練習生 完全荒謬到極致 就是大家只看那個 拿鐵上面的泡沫 他根本沒有喝過拿鐵 他看到一隻熊很厲害 其他沒有 所以台灣的所有人 在討論韓國的經濟制度 都在講練習生很辛苦 練習生過的不是人的生活 集體意識什麼什麼 那是因為台灣飛過去的練習生 才要去住宿舍 韓國練習生不用住宿舍 韓國人一出道 當他們從練習生一出道以後 他就享有公司的股票 公司就跟台積電配股一樣 今天你台積電 你進去台積電掃地是20歲 你就配股了 你每一年有配股 你的鼓勵股息會讓你覺得 哇 我可以拿那麼多 那我要繼續待在台積電 而且是上市上櫃的耶 他當然上市上櫃啊 所以韓國這些大型經營公司 全部上市上櫃 連Korean Pop的公司都上櫃 那幾個 還有一個雙胞胎在裡面 他的邏輯是我們要做大的 所以當你有那麼多資金資本 你就可以請英國的MV導演 瑞典的剪接師 法國的劇本 日本的演員 大家一起合在一起work 做出一支MV 放到世界上的YouTube裡面 能夠激壓群雄 而不是台灣只有這三個導演拍的 都是一樣的 你懂我意思嗎 懂 剛剛講到這個劣跡生的制度 他是先花了幾年的時間去做培養 因為他相信這個東西是合理 人性的 寶兒在日本 看了日本人做成這個系統 傑尼斯是最早做系統 基本心業是最早做系統 這兩家公司都上市 韓國人因為 基本心跟傑尼斯 都跟艾回合作 艾佩克斯合作 所以艾佩克斯簽了寶兒 寶兒呢 在韓國的艾佩克斯跟日本的艾佩克斯 都發片 因為他發日文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看到這個制度 他回去跟艾佩克斯的老闆講 說人家是這個系統 我們現在開始做 現在做 當他們開始做 就去鼓吹政府 政新院說 你們應該要立一些法 因為我現在只靠 寶兒一個人的收入 我要做培去系統 要去做一些培養的藝人 要去做很多的 增加跟刪除 我要做這些動作 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 維持五到十年 所以可不可以讓政府 政新院去要求韓國的立法局 去立這些法 只要有企業投資我們這個產業 投資娛樂產業 經濟公司 尤其經濟公司 經濟公司不是因商品 而產生價值 他是去想辦法把他的藝人 去開發不同的商品價值 唱片只有一個 叫唱片價值 有聲出版 可是經濟是想辦法把這個藝人 去出唱片 去拍電影 去拍廣告 去拍電視劇 去當model 去各種的運用 產生價值 顯然比唱片公司的 他能夠賺錢的方向更多 他去做schedule的管理 會更完整 演出 唱片公司想我要發片 我要宣傳期三個月 經濟公司是他只要紅 先去走一圈 賺足夠的金額回來 再開下一張片子 所以我們看韓國人的MV 會有一些在海外巡迴的內容 台灣的新人永遠沒有這個 就是拍假的 好 那剛剛講到 他們要求企業界做什麼呢 當你今天是像LG LG呢你們的企業 如果把你們要扣的稅 年度你要繳20億台幣 你能夠把那些稅 在我們的合理投資金額內 你投資兩千萬進來的話 你可以免掉稅 這兩千萬免稅 對 那對韓國人 對LG來講 我丟給你兩千萬 我有可能賺錢 那 可是我如果給國家 就是國家的 我已經收回去了 所以國家不需要特別出錢 是LG出了錢給他 那LG成為他的股東 只是買到他老股裡面的 可能0.02 一萬分之一的股 可是這兩千萬可能 經過了十年在S&Town 他這兩千萬 早就已經超過兩億 甚至二十億 這對韓國人來講 這個算盤打得驚了 哇 企業支持你 我免稅 然後你又可以賺錢 將來只要用賺的錢 再去繳稅 怎麼樣都比兩千萬合 互利 所以 企業願意投資 所以LG就會投資S&Town 所以那個 Kia就去投資YG 那個占星就去投資JYP 投資JYP 那至於現在這個 防彈少年是全世界投資 那叫IPO 他們還沒有真的上櫃 只是上 還沒有真的上市 是上市前評估 在倫敦 做上市前評估的IPO 就是說大家來看 我們應該價值多少 一大堆 後來還鬧出歐洲的法律的變革 也就是未滿18歲的人 不能用母親或父親的名義 去買股票 不可以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用父親母親的名義去買 因為他未滿18嘛 父母也就買 買了以後 後來他們就碰到疫情 所以防彈少年呢 一下股票大跌 大跌這些父母就出來說 為什麼我要買這個 我都不知道 我女兒去買的 可是他當初在IPO 一天之內創下的這個金額 相較於台灣台積電 是一樣大的 三百多萬美金 三千多萬美金 哇 這麼大 就是一個 九億耶 七個人的團體 美金三千多萬美金 九十 對九十億 九十億耶 對 哇 是這個金額 那有這個金額的基因公司 跟康爾 有什麼好比的 我是螞蟻啊 老師但曾經也有台灣 就是最近 不管是節目 或是可能 有點像阿晴之前開了 一個練習生的 有點像那種類似 他知道一些 他有follow一些 但是他的根本還是不對 你不能承諾任何人 在我的學院 在我的學院裡面 待多久就可以發片 那個是不對的 那個是 你等於吸引了一票 他的利基點 就是為了發片而來的 要做明星夢的人 通常都不適合做明星 明星是很自然的一個 的發聲 我們常常看 我們就常聽說 很多八卦什麼 什麼 林青霞就是因為 在路上走一走 被人家發現 然後就去拍了窗外 誰誰誰是陪弟弟 還是陪妹妹去試鏡 結果他反而失上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因為他很自然 他沒有壓力 他最自然 他的魅力才是對的 一旦他不自然 他在演 演就會看到瑕疵 一有瑕疵 興趣就不大 你別忘了 投資人是要放很多錢 在你身上 在我那個時代 投資一張唱片要三千萬 他一次跟我簽 也許我已經簽四張 喔 那是一億兩千萬 那是一億兩千萬 一億兩千萬 三年的時間 要投資你一億兩千萬 為什麼 Why you 因為那張照片很自然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本人來的時候 讓他們覺得 Wow 海後空翻 Wow 英文這麼好 Wow 唱得還不錯 Wow 他會跳舞 等等 這些都是 別人投資你的時候 他要去思考的 所以回過頭來 他還是一個資本在操作的工業 現在政府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認同這個 韓國的制度是可以做的 我們做一個15年的計劃 從小朋友開始 同時讓一些 所謂自媒體的人慢慢加入 一旦大家覺得 加入這個公司 他有可能將來因為股票 而獲得 他可以終身在這個產業的機會 他哪怕是分到這些錢 或者是成為股東 或者是trainer 他都有可能 可以繼續在這個產業裡面生存 那你就會吸引到很多 現在線上的人 來共同參與做經濟公司這件事 台灣政府從頭到尾 都沒有認同經濟制度是重要的 當他不認同 他就永遠沒有起始回生的機會 所以在老師覺得在十年內 或是二十年內 誰執政都一樣 他們沒有那個sense 台灣的未來很堪憂 我們現在蓋了很多大場地 我問你 大巨蛋蓋好以後 給誰用 這也是我想問老師的 就Blackpink下次來就是大巨蛋 但這樣就會變成蚊子館 就是他沒有來的時候 他不會是蚊子館 會是有很多活動單位想盡各種辦法 去邀到國際上面最好的人 因為票賣的最多嘛 對不對 小巨蛋可以賣幾萬人 小巨蛋才賣一萬八千多人 一萬二啊一萬二 那你大巨蛋可能可以賣到三萬人 五萬人 那我同樣一次邀約 我當然希望用大巨蛋 對不對 所以他會邀約很多海外的人 可是國內你就變得有限啦 阿妹三萬人沒有問題 羅志祥現在有點堪憂 王力宏有點堪憂 五月天可以 蕭敬騰賣不賣得了 不曉得喔 不曉得 因為他歌很少 他歌不夠 就這幾首 小蝴蝶 就幾首 他能夠Hit的歌 不多 陳怡迅對不對 港星呢 這不算台灣了 台灣你告訴我還有誰 張璇賣三萬多人 四萬五萬人 不見得 你看 難 對 所以大巨蛋蓋好以後 都是會邀約國外的單位 Light Pink一定滿 陳怡迅一定滿 防彈少年滿 三場滿 滿 很多人會連看三場 也就是 他是以服務跟觀摩為主 他不會是外國人 而不是以台灣本土的歌手為主 這一點很悲哀 可是是事實 那我再跳回去講 韓國的經濟制度 他最大的差異是 他讓小朋友淺移默化 經過了這些年的變化 剛剛講了 他會帶新的學生 然後他考練習生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跟教練 跟公司走得更近 那一旦他將來有出道的可能 他的努力跟他的付出 會是整個從他們學校裡面 去找到適合的 我們以前念高中也好 念大學也好 同一個年級都有幾個 滿跳的學生 就這幾個人 他們組一個團 叫做Big Ben 都是同一個公司 不同班的練習生 那不同班的練習生 他們也都從小在裡面 去帶不同的學弟 學妹 學弟 學妹就是他基本的支撐 從四歲的一直到十二歲 十五歲 都說 哇 那個D Dragon 我們都期待你出道 你一定要幫我們努力 那個心情跟那個榮譽 當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是全校的寄望 不是 先不要工業化到說 他是YG的希望 不用這樣 他只是這個學校的 YG的school 培訓的學校的希望 果然也不負眾望 他在還沒出道之前 老闆教了他很多編曲 跟loop looping的方法 寫歌詞的方法 所以在他出道的時候 已經累積了五百首的量 五百首賣掉的歌的量 他都可以拿回來自己唱 那他給Big Ben去唱這個歌 Big Ben裡面的人 就從小學跳舞 學舞蹈 學表演 學口條 學主持 所以他同時可以開自己的節目 他同時可以做自己的表演 加上他們的資本 他們就可以請很好的導演 把這些人弄到國外 義大利的街頭去拍MV 就國際上 Big Ben就會被全世界都看到 覺得很棒 同樣是在YouTube上面 他就有一定的量 學生買他們的CD 光是YG在全韓國的分校加起來 可能就有五千個學生 很多學生都買兩三張 你就有一萬多 兩萬的量 基本量 你的演出就有這一萬兩千 一萬兩萬的 再加上學生再加上家長 兩個人 三個人 滿的 幾百萬 幾千萬 對 他是一個很多因素加起來 成功的要件 可是他基本上 他是用培訓開始做這個事 好 試問 你五歲就待在YG的學校 你接觸的老師 他可能是YG退下來的藝人 那一路跟著他 跟著他學這些 不管是在裡面學禮儀 他們還教禮儀課 漢人的禮儀課 練習生要教 那你在裡面學禮儀 禮貌 學外文 學法律 學這些 讓你學法律 目的不是讓你去跟公司對抗合約 而是讓你去把公司的合約更完備 對 所以這些人除了做藝人 他們還有公司的正職 他可能像牧村拓哉 是傑尼斯的倉管部的經理 倉管部 對 因為他其他部門他沒興趣 倉管他對數字有興趣 他只要管理好說 這個 他們所有公司裡面 比方去拍戲的衣服 他們自己做的節目的道具 這個他們的CD還有多少張庫存 倉管就要做這個 都通通記錄 他每個月固定月薪15萬到20萬台幣 固定月薪 他可以做到60歲退休 都在做這個倉管 可是他同時因為是藝人 他藝人能夠得到每個月的收入 扣除掉這個 扣除掉他本身的薪水之外 他就有一筆獎金 就像牧村拓哉的話 就是在賣勞斯萊斯 賣保時捷 所以他獎金很高 他拍一個戲 因為金額高嘛 所以他獎金高 他獎金再高 他每個月可能收入才不過 兩百萬台幣 加上薪水 牧村拓哉應該很有錢 很有錢啊 他今年表現得都很好 他賺了大部分 他賺了很多錢 那這些錢是公司的收入 可是公司給他股票 他的股票是等值的 這個更賺 他將來股票當然賺 我有騰信的股票更賺 你當你在 有了股票在這個公司 待滿五年以上 你就可以開始買賣 可以買賣你的股票 那當你到某一個階段以後 你就會思考 人是這樣 藝人十幾歲出道 到了三十歲 你想的不會是三十歲 你可能想你六十五歲怎麼辦 沒關係 捷尼斯的系統很完整 你不幹了藝人 你可以做幕後 你幕後可以一直做到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以後 你有退休金 每個月你現在是十五萬 到時候退休金十萬塊給你 你do nothing 活到一百歲你就是領到一百歲 每個月十萬 還有你的股票還在付鼓勵股息 然後你的新人 你又可以去訓練 你的資源是可以 你要知道我去敲民視的大門 我想見總經理 我今天有兩個新人給你看看 你誰啊 我為什麼要見你 對不對 我以前就碰到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要見你 我為什麼要見 今天金城武去敲民視的大門 你好我是金城武 我帶了兩個新人 誰敢不見 不是誰敢不見 民視所有的女生 都跑到一樓來 連櫃台說哇金城武來了 金城武來了 當天他們會寫在日記上 寫在臉書上說 你不會相信我今天在我們大門碰到金城武 他是藝人 所以藝人最大的價值是 產生在他去建立好他的關係 進而他可以建立他的新人 他的新人將來變成someone的時候 這個新人也會去 對去感謝前輩 進而給前輩露出的機會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你的年紀到了你拍不到戲 木村拓在下一劇演之前的姓長 很好年紀到了 他以前演公本武藏 我就覺得太年輕 就公本武藏明明就是個50歲的人 他那時候才23歲 30歲 現在的他50歲了 去演很適合 那你叫他現在再回去演當年的長假 就也不適合 對嘛一個暑假 回到家的回到到朋友家的 碰到個大姐姐才戀愛 不可能了 可是事實上不同的年齡層 他在戲劇上面就有不同的受眾 講外遇的有人看 講戀情的有人看 講父子婦女有人看 總要有人演父親嘛 將來總要有人演爺爺跟狗嘛 就是他還是有他的受眾 所以他們會讓他們的整個 日本也好韓國也好 會讓他整個系統很健全 進而演員的壽命拉長 大家不會做到35歲就沒價值 就退掉 這就是系統的意義 那你就不會覺得暢然所失 我50歲 我20歲的時候看慕村拓摘 我50歲還有慕村拓摘 我60歲70歲我都看到慕村拓摘 雖然我們家門口的砸貨店沒了 但是我對慕村拓摘這塊是沒有遺憾的 我一直看著他 他跟著我一起長大 我都是他的粉 那他也會堅持 他不拍爛戲 他都拍好的東西 所以我信任他 他的戲劇我都看 就這個概念 進而他培養的人我也願意支持 那這個系統就成立 捷迷斯就一直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還是存在 還是年收入很高 韓國S&Town YGJYP 不但高 而且還高到那種股票買來買去 然後進到一種商業的狀況 到國家出來干涉 原因在這 台灣的 一百個基金公司加起來都沒有韓國 隨便一個基金公司打 你怎麼打 你打不贏人家 不贏 同樣是自媒體的世代 你打不贏就是打不贏 老師我特別想問 就是像忍設的部分 像老師在看的話 他忍設會需要 有點像AMR嘛 他需要去定位 或者是 需要去 有點像設立 那這樣的話 他是需要去 把人格特質在放大的 一個過程嗎 還是說他需要貼標籤還是 這一點很有趣 以前我們做奶文的時候 魔言做奶文的時候 當然我那時候沒有採取決策 我只是製作助理 那個時候呢 奶文是從 澳洲雪梨來台灣的 他其實講話會帶英文 那一點我們在公司裡面 內部討論了很多次 覺得這個有點太洋精幫 那洋精幫就是 有點刻意在繞英文 就比方說 你知道嗎 我上個禮拜那個program 我心裡的想法是說 Not that good So easy 所以我就不想去這樣做 就是講話中間帶英文 然後讓人家覺得很難接近 好像你很高尚 其實很討厭 OK 但是他是這樣的一種狀況 他畢竟是在澳洲從小念書 而慘的是澳洲有澳洲腔 又不是美語 所以你會聽到我們講說 You're man 他說You're mine 用這樣的英文跟中文混在一起 然後一個奇怪的衝突的形象 我們要這樣的形象嗎 好 A&R就開始界定 第一張專輯的星星堆滿天是South Rock 星星堆滿天 這種 好的時候你真的對我非常好 那個歌詞是強烈的 那 當時我們在想 楊奈文這種情況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改善 我們也認為 片子都做了 就發吧 所以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楊奈文你不要講話 因為你講話容易出錯 你中文理解能力會有問題 然後呢 後來我做許惠心用同樣的邏輯 就你中文理解可能會出問題 你的反應沒有那麼快 那你就做一個不說話的女生 所有的話都在專輯裡 其他時候你就酷一點 那酷一點怎麼讓你從形而外 從內在開始讓你酷 穿靴子 穿軍學 不穿裙子 衣服穿襯衫 然後折一邊 一邊在裡面一邊在外面 就看起來有一點點邋遢 可是是有個性 是山寨一身的衣服 可是是酷的 第一首MV呢 一開始就是 楊奈文穿著軍靴在那跳跳跳跳跳 點菸 一般點菸是這樣拿 女生點菸是這樣拿 然後 啪 彈掉 就個性就出來了 當你上節目被訪問的時候 上胡瓜的 上張小燕的 上張飛的 你就 用作品說話 我們要求的是節目單位 要讓我們唱Live 所以 一旦上節目 我們出錢都不要緊 我們出錢請樂手 讓你的節目變好看 所以 我們請樂手 只讓我們彩排個一兩次 我們現場就是楊奈文的 七零堆板 今天唱現場 很酷 話不多 媒體問那個 剛剛講 張飛問他什麼 就笑一下 笑一下 不知道講什麼 所以他是那個時候的神話一節 蕭敬騰會不會說話 會 蕭敬騰話多不多 其實很多 但是他為什麼叫神話一科 一樣的概念 一開始的ANR設定 怕他的慫會不會看到 你還是心仁不夠自信 講出來的話就會 唯唯諾諾 聽起來很 會聽得出你的不自信 那不如讓你的歌先說話 讓你的嗓音說話 讓你成為大魔王 讓你今天 所有人都覺得你很酷 以後慢慢去建立 再恢復成原來的你 操作是這樣 我操作許慧欣 一開始上節目就是 你中文反正聽不懂 主持人講話那麼快 那個哏你也跟不上 你就笑 就害羞 就說你聽不懂 這個是一種自然的 去讓藝人被定位 跟被別人認為 他就是這樣的人 這種定位是不做作的 換句話講 你要一個人穿那樣的衣服 還不如只要思考的是 在加分中的細微點 舉個例子 五百的第一張專輯 是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 那個時候他就是像我現在這個頭 梳個辮子 像卡車司機 你知道 鏡頭是側拍的 然後他這樣 正在彈琴 沒有人會愛上那樣的人 就是覺得 啊 卡車司機 寫了一整張 什麼 毛阿布也敢去 然後 蘇聯請求一條魚 然後什麼 少年內安 那一張在水晶唱片發的 沒有人有感覺 可是第二張 浪人情歌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穿三宅一身 因為還是襯衫 還是抬的感覺 可是三宅一身的質感 就在細微處 你懂我意思嗎 而不是去士林業市買一件花襯衫 他那個襯衫是完全合身的 濕的 紫色的 五百層一出汗 三宅一身的衣服 會讓那個汗 直接貼在上面 汗會流掉 汗不會吸 所以他衣服 是有點裡面濕外面乾 那 他買的那幾套 我還幫他買過一次 就是 他買的衣服 基本上是以三宅一身 設計的為主 後來連牛仔褲都用他們的 他就是 還是被包裝的 你沒感覺 因為他原來的tone就是這樣 可是你要他穿成王力宏那樣 這個NR就很失敗 你叫五百穿個西裝打個啾啾 不適合 他連上金曲獎都一樣是襯衫 大領 高領 頭髮一樣是整理的 全部都是同一家同一個人 所以 講回來 我對於一個新人的NR的定位 我覺得是取決於他的創作內容 怎麼樣是最大塊合理 又加分 就是怎麼樣的他是最自然的 其他東西只是幫襯 而不要把它改成另外一種 那個很難 完全不像他有一天也會 會出事 破功 會出事 了解 對 老師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像 老師剛才有講到MV的部分 像MV 因為他在國外可能 像什麼 可能韓國啊 他們拍MV都很花重金啊 那在台灣可能沒有 相對來說沒有 那麼花重成本這樣 就是現在的時代來講 所以我想說 想問老師說 以前的 在台灣可能拍一支MV 大概會是多少錢 然後現在大概多少 那國外他們 相對來講會是多少 這個曲線其實很難去界定 剛剛我們講到Korean Pop Korean Pop的MV 就是幾個人戴著安全帽 對 那個MV 20萬搞定 就減什麼減 加濾鏡加導演的費用 應該連20萬都不到 他最早紅的時候 還不是紅MV 他是紅他們在練習室 他們幾個人光著腳 然後在練習室跳 那個是最紅的 那個的點閱率 我印象中那時候已經上千萬 那很多年前 現在可能上超過上億 就是幾個人在那邊拍 重點是歌重 那個歌有夠笨 然後那一對雙胞胎 讓你覺得 哇 還蠻強硬 那舞蹈很可愛 是個邏輯 剛剛舉過另外一個例子 哇呀哇呀哇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一個MV 它真受唱完啦 對不對 它的哇呀哇呀哇 基本上有幾億 幾十億個人看過 甚至上百億人 對 OK 它的MV成本是什麼 零 就旁邊有攝影機 攝影機 跟著小朋友在那邊 對 就有 好 自媒體的時代 其實吸引你的 不見得是一個 很複雜的畫面 或者是很多的 意識形態的堆積 它要的是一個很直接 十秒看得懂 我就可能看完三分鐘 十秒看不懂 不知道你在幹嘛 我就跳 抖音就十秒 如果是跳就跳 所以 十秒抓得住 OK 再看看 那到底是什麼 無論抓你的是視覺 還是音樂 對 有的是音樂嘛 對不對 像我聽那個 那個 副歌是 OK 那首歌我看過一個版本 是漫畫 人家亂畫 漫畫的版本 可是就 而且筆觸很像是 七龍珠那個叫什麼 島三明 的版本 就畫 隨便畫了漫畫 看那個版本 我就要把它看完 因為歌很好聽 那個漫畫還好 是正好被我 就推薦給我 我前一陣子才聽了 這個歌的 它一開始sacophone 那個 那個 我看的是 George Michael的版本 MV 他又推了一個這個給我 不知道哪個國家做的 哪個人做的 我也把它看完 因為歌很好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 就是歌 是不是 我們在看一個MV 會最重要的重點 《龍珠回頭》 也是因為歌 然後進而 吳彭鳳那一段 覺得滿有趣的 那兩個男演員 兩個男孩子 騎摩托車 然後去偷人家的那個 機台的錢 然後在KTB被打 然後出來跟他講說 看聲 看連黨 這個劇情的安排 我們也成立 也蠻好 而這首歌 事實上的抖音也大眾 我聽過 我看過那種新疆人 西藏人在西藏 在那邊 分一支一支在店 亂唱一通 廈門也有 什麼北京 有人在 有人在地鐵裡面唱 就 各式各樣 各種人的 還有人在海聲威唱 OK 軍港 就戴著蘇聯的帽子 在那邊唱 小酒 一支一支在店 分一支一支在店 酒一杯一杯在人 最重要的 最後就是 這首 戴帽子 搭上 龍主回頭 浪子回頭 浪子回頭 很吸引別人 那你的劇情跟他就很搭 這個都是事後在講這個事 可是在過程中間呢 他們在拍這支MV的時候 自己知道這melody很好記 所以只要劇情合理精彩 別人就會去看 他的MV基本上花了 我聽說是40萬搞定 4萬很少 很少 比爾賈 徐家英的老公 比爾賈一支MV都80起跳 最少 他會有特效 他會有 演員騎腳踏車飛到辦公中 在心心中漫步 我也看過一支MV 陳啟貞的 導演叫何丹宏 拍旅行的意義 裡面有拍一個在上海的孕婦 然後去當 因為要生孩子嘛 去當裸體模特兒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支MV 得獎得獎 他去拍裸體模特兒 後來每個人幫他畫 有一個人送他一幅 是畫到肚中的胎兒 很感動 同時有一個男孩子 他是姓倒錯 白天是在當Sales 晚上會把自己打扮的人 花枝招展去外面找男朋友 就碰到那種 那種很機車的人 就發現他是男的 就把他打一頓丟在垃圾桶 丟在垃圾堆 然後他回家 把這套女裝假髮都掛好以後 一個人真的痛哭 可是明天一找他還是要出門 他是把自己弄得光鮮亮麗出門 還是很驕傲的出去 然後也介紹到一對蒙古的家庭 裡面講那個男的出去 不知道是打獵還是去市集 幹嘛 回來的路上心肌梗塞昏倒 或者是什麼原因 馬把他帶回來 太太在家裡面看到出去 把馬接回來把他接下來 然後吟唱蒙古的歌謠 你待會兒看看旅行的意義 陳其真 那一支動員了三個地方 也用了這麼多的素材 然後三套演員 中間還有陳其真 他在辦一個展 裡面就有不同人的照片 這個MV的導演是我的好朋友 當兵的好朋友 河南紅 後來有一次我們吃飯碰到 問他那支預算多少錢 他說預算沒有很高 他都在用廣告商的錢 因為他拍大量的新加坡廣告 他是廣告導演 拿很多錢 所以他就說 那個蒙古的是 新加坡一個手錶廣告 找那個蒙古 剛好一起把那個素材拍完這樣 對 這個是導演願意替他想 他就用同樣的人 同樣的素材 拍成裡面的一段 但是 他們在拍手錶的廣告的時候 是現代人 他要求他們穿上傳統服裝 同樣的演員 而且演出不同的味道 那他本來就要去香港 所以去香港做了一個景 本來就要去上海 去上海做一個景 一個MV本來只要三天五天 十天的事情 他花了三個月 幫他們省了很多錢 幫天意省了很多錢 因為他本來就有案子 所以 因為他喜歡陳其正 所以他也願意拍這支 結果後來這支就得獎 最佳MV獎 最佳MV導演 那 好 回歸到剛剛的問題 拍這MV從 二十 對 幾十萬二三十萬到幾百萬都有 當然加了動畫 加了很多的特效 費用就很高 可是有趣的是 現在AI 對 居然可以不要錢 就做到 對 很多的特效 所以 這個 不確定現在這個狀態 會 會讓市場造成多大的衝擊 目前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 演員的運用 比方說 張宇這首歌 張宇這首歌 這首歌 當初在台灣的MV 有拍 是張宇在唱 可是現在在網路上面最紅的MV是 黃柏 林志玲 跟其他幾個演員 是一部黃柏他們拍的電視劇 把這首歌當成主題曲 把這首歌當成主題曲 進而把林志玲那些人都放到裡面 也不需要另外付費 這首歌在大陸 夯的不行 那 無論你怎麼拍 你還是要付給詞曲作者費用 所以我估計 他賺不少 可能有幾個億的點閱率 就加上 什麼愛奇藝啊 加上 微博啊這些的 張宇應該賺不少錢 那他這個MV 基本上是套用戲劇 也有那種 就 只是歌詞 只是 一個 稍微會變化的畫面 他也可能產生一樣的價值 我剛剛講的有趣的事情是 林志玲專程幫別人拍的MV 專程 就你MV找林志玲來 五萬塊打死 可是同樣的時間 那是三分多鐘喔 同樣的時間花 30秒 林志玲就拍一支大陸的廣告 基本上一千萬人民幣 以上 人民幣耶 四千萬台幣 大陸量體大 就拿到這個是合理 換句話講 他在MV 錄出那麼久 卻只 只收五萬塊 可是他拍一支 30秒的廣告 卻價值 那麼高 就你怎麼去思考這個點 有趣 吳彭鳳幫 剛剛那個 《榮祝回桃》拍這個MV 基本上聽說是三萬塊錢而已 找演員來拍MV 他通常都收很少 很便宜 可是他如果去拍廣告 三分鐘的東西不得了 貴到呆 所以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價值觀的判斷 你拍MV你可不可能找有名的人來 而且他只要拿一點紅包 他不需要 你付給他說 這個 像電影一樣的酬勞啊 或者是演出酬勞 不用 他就好玩嘛 這個是我們拍MV的優點 你不需要用到那麼高的金額 好 那 剛剛講到現在MV大概幾十萬 甚至到幾百萬 然後剛剛講 AI可能不要錢 更便宜 十萬塊以內可以拍出很好的內容 我覺得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還是創意 你的MV跟你的歌詞貼不貼 你的創意有沒有讓人家覺得 這個旋律很好聽 你有沒有讓別人覺得 一聽再聽回味無窮 他一直在重複聽你的歌 畫面 像我開車的人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就一直聽一直聽 蛮有趣的 繼續看 所以邏輯上應該是這樣去思考 你只要有好的創意 錢少都可以拍出好作品 花了一堆錢 拍了一堆東西不見得是你要的 我是這樣認為 我是這樣認為 老師那我想問 就是因為像 最近歌曲也有一個趨勢是 越來越做越短 老師覺得 怎麼看待這個現在的市場 這個也沒有對錯 就像我們剛剛講抖音嘛 對 抖音通常是放副歌 對 也有那個啦 主歌比較有名的是那個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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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類似像那一種 對 他就是有個loop 然後讓你覺得 很好記 那個很短 那 他已經養成大家聆聽的習慣 你叫年輕一輩坐在那邊聽山丘 幹 聽不完 太長了啦 六分鐘 七分鐘 聽不完 他這個時間裡面已經 如果在抖音 他已經翻了幾百個了 對不對 一分鐘 一分鐘我最起碼可以做 可以翻六頁吧 如果通通看完 那三分鐘我就已經 十八個我都看完了 狗毛不小心看到一個 比基尼很好看 我幹嘛看你一首山丘看 七分鐘 不看 重點是這個時間 做出來的內容 它雖然短 可是做出來的內容 會不會讓你覺得 一直重複看 如果重複看的量大 當然廣告獲益就會更高 而不見得一定要長 我倒覺得還好 寫一首歌也很短 我曾經合作過一個藝人 叫龔柯云 他有一首歌叫《離島》 那個melody一聽就很中國 《離島》 可是時間很短啊 也是這三分鐘出來 再出來何明志 黃明志 黃明志寫的 叫《離島》 你可以查查看 蠻好聽的 那個歌也不長 可是很多人去聽 就也是沒有反應說 弦歌太短 還好 還好 只是歌這種 如果歌連三分鐘都不到 有一點點騙錢 我覺得 了解 我覺得會有點騙錢的感覺 好